一对离婚多年的夫妻坐在沙发上斗嘴 当年为了一个妖精和我离婚 现在妖精却带着孩子跑国外留学 一个人很造孽吧 你不也一个人吗 没人要吧 谁说我没人要呢 老娘只是不想结婚好吧 有人要就赶紧嫁了吧 不然人老猪黄了的 哼 你说谁人老猪黄呢 你看看老娘这水润的皮肤 多有弹性 还有老娘的胸大肌 多挺 肚子上也一点坠肉都没有 18岁小姑娘都没老娘性感火辣吧 这 不会吧 男人名叫老朴 是一位知名作家 过气的那种 快七年没出过新书了 出版社主编 也是他的老朋友都急死了 因为他们和老板签了合约 要是今年老朴再不出书 就要赔偿双倍违约金 老朴那独子不会跑路了吧 怎么会 他现在在瑞士写书呢 很快就会带着稿子回来 我尼玛 摸鱼就摸鱼 你还上杂志 嫌你能了是吧 老王打来电话 说恩师死了 他连夜买作票去吃喜 结果到了之后 一片歌舞生平 恩师活蹦乱跳 原来恩师不但没死 还过起了气势大寿 老王找不到他 故意骗他回来的 劝他好好写书 刚好 这边前妻突然被老师叫了家长 话说今天儿子同桌 朗诵了一篇自己写的作文 父亲 给儿子哭得稀里哗啦的 倒不是被同桌感动 而是昨晚被女友甩了 老师叫来家长 想问问儿子为啥失透 你们家谁挂了吗 给儿子哭这么伤心 儿子 我们家谁挂了吗 晚上 前妻就叫老朴商量儿子的事 结果俩人正式不干 说着说着就发生了 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还让儿子给撞见了 这无疑又给儿子补了一刀 儿子 你听老爸狡辩 狡辩个锤子 我都亲眼看见了 你都有下家了 为什么还压着母亲 那啥儿子 我和你妈喝了两口酒 突然就上头了 你有女朋友 应该懂得吧 提到这个 儿子更来气了 你给我滚 实际上 前妻也是有新男友的 老朴还认识 正是他的老朋友 老王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 两人一直没敢伸张 只能偷偷搞地下情 要说老王七年都没出新书 靠啥生活的呢 他还兼职大学教授 这天另一个老同学 给他介绍了个学生 让他多多关照一下 老朴表示明白 因为这个老同学是个弯的 他以为这个学生 和他是那个关系 不过明白归明白 老朴很反感那种关系 当初他还批评过老同学 要不然老同学 也不放心把学生交给他 但是 他放心错人了呀 老朴是直的 但学生小刘不是啊 他不知道 小刘就是笨老朴来的 你能不能不要坐我对面 我吃不下饭 小刘有些委屈 起身端起饭盘子 然后 阿歇 刚才我都有那么一秒 想可怜你了 你竟然晃我一下子 小刘写了本短篇小说 让老朴帮忙评鉴一下 那内容 全是满满激情 老朴自然看不上这个 随手把小说扔到了地上 不料老王还以为是他的星座 便带了回去欣赏 结果这一欣赏 可以可以 很大胆啊 便致电老朴 让他阔写成长篇小说 肯定能震惊整个文台 能不能震惊文台我不知道 但我估计会让很多人失去菊花 这边前妻为了缓解一下尴尬 便决定甩开儿子出去旅游一段时间 当然 不是他一个人 还有老王 小刘没了人管 也彻底放飞自我 转头就以家长的口吻 给老师发了条短信 说自己割了篮尾 需要休息半个月 晚上坐楼下思考人生 就和出来扔垃圾的女邻居认识了 女邻居是个作风比较开放的人 好像全城的帅哥他都认识一样 我怎么 我爸 女邻居很喜欢玩 网吧 K哥 还带着小刘一起 这是要把小刘的三观 往小路上拐的节奏啊 有了邻居姐姐的陪伴 小刘也渐渐从上一段感情走了出来 有事没事就去邻居姐姐家玩 儿子玩得开心 老刘却陷入了危机 因为最近文坛有个新秀大火 还开启了讲座 不仅邀请老朴听他演讲 还当场点了他的名 说自己是他的粉丝 这就让老朴很尴尬 被后背超越就算了 还当众编他的诗 必须把地位和面子找回来 上哪找呢 当然是小刘家了 他决定羊入虎口 虎口拔牙 听取老王的意见 找小刘合作 把小刘的激情短篇小说 阔写成长篇 嗯 怎么说呢 就现在韩国当代年轻人的发展 走向来看 这书估计真的能火 经得小刘同意后 老朴直接提着行李搬到了小刘家 不过咱们可说好 只交流学术问题 不掺杂个人激情哦 都同吃同住同睡了 怎么可能不掺杂激情 朋友老王这边也没好哪去 虽说适合前妻出来旅游吧 但前妻一天提800回老朴 不是关心老朴为啥会突然比风突变 是不是找男朋友了 就是一直抱怨老朴为啥手机关机 想问问儿子学习咋样都问不到 这尼玛谁受得了 儿子学习好不好不知道 但心情肯定很好 天天和邻居姐姐私混 宛如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 不过儿子并没有越险 毕竟他是一个憋得住的男孩 不然前女友也不可能怀上别人的孩子 老朴和小刘也相处得还不错 同吃同住 有共同话题 我开车载你 你帮我刮胡须 有时候还会不小心滚到一张床上 我尼玛 这是要往弯路上拐的节奏啊 老王和前妻这里就不行了 一个老提前夫 一个老甩着个脸 你整天摆着个臭脸给谁看呢 我说的每句话你都要挑剔 还怪我了 你老是三句话不理老朴 这么舍不得 当初你和他离婚干啥 吵着吵着 前面突然出现一头鹿 幸好老王车记好 杀住了 但是后面的没杀住 前妻下车就要打滴滴 你要丢下我吗 不然呢 保险公司待会来 会记录同车人的信息 你不知道吗 保险公司经理是老朴朋友 你想我俩的地下情曝光吗 阿歇 又是老朴 你特么都和他离婚十年了好吗 那你倒是攻不出去啊 说你和老朴的前妻好上了 看看出版社的同事们怎么指点你 嗯 这口气老王只能憋着 他确实还没勇气攻不出去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俩光明磊落的自由恋爱 公布了又咋样 活该你当王八 这边老朴的写作也快接近尾声了 回家拿点东西 结果老婆竟然回来了 小刘这边也被老朴 那个弯的朋友找上了门 我特么把你介绍给老朴是学习的 你咋还不回家了呢 老朴和我们不一样 人家是个职的 别误会老师 我和老朴只是合作写书而已 我也是个作家 我也会写啊 不 你写的太烂 老王和前妻 也还在因为上次的事情闹矛盾 给老王都拉黑了 儿子这些天玩的倒是挺开心的 不过后遗症也来了 听老师说你初中割掉的蓝尾 又发言了是吧 这不孝的儿子自己是教育不了了 只能呼叫老朴来一起混合双打 前妻呼叫 现妻当然不爽 便也跟过来了 前妻打开音响 不想让外面那位听到他们教育儿子 老实交代 这些天上哪鬼混去了 都高三了 就不能再忍耐一下吗 那你们怎么不忍耐一下 都离婚十年了 还做那羞耻之事 我擦 把音乐开大一点 老子今天要打死他 儿子一惊一乍地逃出卧室 出来发现老王竟然也来了 正好 众爱卿都在 那我就开始爆料咯 老爸你不知道吧 我妈这几天说出差 其实是和王叔叔旅行去了 还有后妈 你不知道我爸和我妈又旧情复燃了吧 两人紧忙堵儿子的嘴 但为时已晚 儿子觉得好羞耻 直接逃离了这个肮脏的家庭 家里也因为他彻底乱成了一锅粥 家里乱成那样 小朴却毫无负担 他还大方地住到了邻居姐姐家里 半夜 他听到邻居姐姐似乎在哭 还说什么自己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 还越陷越深了 巴拉巴拉 小朴欣喜若狂 原来自己不是单相思 邻居姐姐也喜欢自己 可他不知道 人家是一个小演员 只是在练习台词而已 从那天起 儿子看邻居姐姐的眼神都变了 还借着在KTV唱歌 向人家表起了白 出来后还想搂人家 整得邻居姐姐就很尴尬 只能不停地躲避他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 老朴和老王出院了 两人喝了点酒 便把话也说开了 老王说其实当初是他先喜欢上前妻的 只不过让你节足先登了 老朴让他放心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两人说开了 老王又和前妻和好如初 可老朴现妻这儿可没有 直接收拾好东西又跑美国去了 前妻一走 老朴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前 只是上课点名时 发现小刘竟然没来 一打听才知道 小刘父亲去世了 老朴来到葬礼 和小刘谈心才知道 当年他走上弯路 父亲很不理解 便送了一本书给他 那本书就是老朴写的 结果书并没有把小刘掰直 反而让他稀罕上了老朴 幸亏老朴像钢筋一样直 没有被他掰弯 小说写完 老朴并没贪磨小刘的功劳 还把他介绍给了老王 成为了出版社的签约作家 儿子这边见多次暗示 邻居姐姐没有反应 便直接开大表起了白 多浪漫的画面 要是邻居姐姐的老公 没出现就好了 小刘不知道 邻居姐姐竟然结婚了 一时间 场面又陷入了混乱 然后 老朴就来到了橘子领人 小刘人不大 本事不小 给人家老公都打入急正式了 不枉小刘付出 这么谢天的感情 邻居姐姐并没有追究责任 还说不是小刘的错 都怪姐过分迷人 让老刘不要责罚小刘 邻居姐姐离开后 小刘冒雨追了出去 你是喜欢我的对吗 那晚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我那是在练习台词啊 不 你说谎 就你个乳秀未干的小屁孩 毛掌齐了吗 我至于骗你 清醒点吧你 说完就跑进了巷子里 小刘正开老爸追上去 找了好久 终于在一个小过道里 看到了他的衣角 邻居姐姐似有所感 又往里靠了靠 小小的动作 伤害却那么大 最终小刘认清现实 跟着老爸回了家 想必他这次的经历 一定可以成为 他爸的精彩小说题材 不久后 老刘和小刘合作的小说 终于出版 不出所料 新颖的题材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但这却让内队湾的老同学 产生了极度之心 便向媒体举报 说老朴和小刘之间 存在着不正当关系 此瓜一出 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老王让老朴开个记者会 把一切问题推到小刘身上 不然新书绝对会扑该 他们也将面临赔偿大额违约金 但老朴不愿意 这不就给人家一个黄花小伙子毁了吗 不就是违约金吗 我卖房卖血都赔 不料刚准备出门 就听见电视里的小刘 小刘自作主张 独自站出来拦下了所有责任 证明了老朴清白 随着小刘的回应播出 再加上最近的舆论发酵 两人的小说彻底大卖 老朴也终于再次笑傲文坛 碾压后背 扬眉吐气 发布会上 老朴也没埋没掉小刘 还夸赞小刘说是个比自己更优秀的作家 虽然我们观念并不相同 但不同的颜色融合后 原本的颜色并没有消失 话还没说完 下面突然欢呼一片 原来上次邀请老朴听讲座的那个后背 获得了更高的奖项 又把他踩了下去 很久之后 老朴去外国踩风找灵感 竟然好巧地遇见了小刘 老朴从包里拿出他们的作品扔给他 这边小朴在大街上 看到了邻居姐姐拍的电视 我擦 他真没骗我呀 老王也终于正式向前妻求婚 并又安排了一场旅行 不知道这回前妻还会不会再提老朴 至于老朴和他前妻怎么样了 竟然没提 怎么是导演你忘了 还是老朴不配有个幸福的结局吗